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中风了,并且会有偏瘫 以前都是普遍老年人,现在年轻化去世了 一旦患上了一辈子都半身不随,所以一定要重视起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一百多月老中医推荐治疗中风偏瘫的食疗方 这个方法我家老太太使用了一段时间,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现在腿脚有劲,能慢慢地走路了,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今天就把这个治疗中风偏瘫的,详细做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随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准备一颗梨,我们把梨子洗干净 洗梨的时候加入一勺食盐洗 这样洗的梨特别干净,吃着比较放心 食盐具有很好的杀菌效果的作用 手脚麻木换整,可以多吃一些水果 特别是梨,可以改善手脚麻木 促进神经修复的水果 并且梨富含特别丰富的维生素 高质量的蛋白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还有促进神经受伤的食物 包括海产品的鱼、虾、肉等食品 一定要多吃一些水果蔬菜 梨子是一种很常见的水果 味道有酸甜的,可用于止咳、润肺、香火、解痰、解酒等功效 并且梨的水分非常的丰富 维生素含量特别的多 可以起到维持水电平衡 易于健康 平时如果出现了咳嗽 稠陋肿痛 手脚冰凉 并且腿麻辣、脚麻辣 举部麻木症状 可以多吃一些梨 能够起到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 并且梨子还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 加快肠胃细菌毒素排出 需要还好的改善便秘的情况 再准备一把红枣 把红枣抓洗干净 清洁红枣加入一勺面粉洗 这样洗的红枣很干净的 红枣不仅是食材 而且是一味特别好的药材 它的味道比较甘甜 甚至温和 有补充益气 安神养血的功效 另外 临床上往往用来大早治疗血虚引发的失眠多梦 以及手麻、腿麻、腰细酸软、腿疼、抽筋等症状 对于改善手脚冰冷有特别好的作用 尤其是女性朋友们 出现痛经 精量少的情况 可以吃一些红枣 吃红枣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痛痛 还可以消除水肿 取得很好的补血、羊血、美容养颜的作用 我们每天需要多吃上几颗红枣 这些年好处真的是特别的多 并且红枣富含非常丰富的铁元素 铁是合成血红蛋白的必要原料 红枣香甜软糯可口又好吃 吃红枣能够很好的补气生血 羊血安神 特别适合贫血 神经衰肉的朋友们食用 而且红枣可以减轻有毒物质对肝脏的损害 有肝方面脊病的朋友们可以多吃一些红枣 大枣可以净疲异味 脾胃虚的朋友们可以食用一些红枣的 并且红枣有抗癌方案的效果 我们准备几颗银蠢蛋 银蠢蛋的药价值会更高一些 银蠢蛋富含特别丰富的铁 蛋白质 脑磷脂 卵磷脂 磷氨酸 维生素A 维生素B1 维生素D 铁 磷 钙等营养物质 酸胺胆污水要比鸡蛋低三分之一 具有补肾益气 强健腰膝 强筋撞骨的作用 对贫血 营养不良 神经衰弱 月经不调 高血压 支气管炎 血管硬化等病人具有调补作用 经常腿脚抽筋 腰部疼痛 可以多吃一些鞍唇蛋 鞍唇蛋的蛋白质 脂肪含量虽然与鸡蛋相比 但它算含的蛋白质要比鸡蛋高出好几倍大 能够更好地补充它的所需要的蛋白质 对神经混乱有很好的作用的 所以平时的时候我们要多吃一些鞍唇蛋 小的鞍唇蛋看起来更加有食欲 下面把我们准备好的所有食材倒入锅中 加入清水可以多来一些 更让盖子焖煮20分钟 小火慢煮 就能煮出所有食材的香味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用发带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个点赞和支持都是我前面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支持 谢谢大家 时间到已经焖煮好了 加入一勺红糖 搅拌搅拌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红糖只待蜜的甘蔗成品糖 含有维生素与微量元素 铁、鑫、锣、锣、锣、猛 能够润肺、助五脏、生肌、解毒 助脾气、缓干气 红糖具有补须、补血、活血 缓解脾胃的功效 烘糖中所含的葡萄糖 果糖等多种单糖和多糖类物质 可以加速皮肤细胞的代谢 为细胞提供能量 烘糖中含有的液酸、微量物质 可加速血液循环、增加血容量的成分 刺激机体的造血功能、扩充血流量 使用烘糖有促进血液循环、活血输精、暖脾健胃、化育生性的功效 并且烘糖中含有的氨基酸、缺溫色的物质 可以强化皮肤组织的机构 使皮肤变得弹性、有光泽 同时能够使皮肤白皙通红 可以使细胞再生 这道汤的口感特别的好喝 甜甜的 糖尿病放着不要放入红糖 但是喝起来也比较好喝的 因为红糖本然又有甜味的 这道汤我们可以经常来喝一喝 特别是气血不足 手脚经常的麻木 腰细酸软 腿麻 腿抽筋的情况 一定要多喝一喝这道汤 喝上一段时间后 有明显的改善的效果 手脚不麻木了 也不酸了 也不痛了 骨骼更加的强壮有劲了 身体越来越棒 越火越年轻 好的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您帮我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 冰冷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再见